上回说到月季和铁线莲最好别种在同样一个花盆里 否则会相互影响 今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花箱里的粉色达芬奇和乌托邦 先给大家看看一颗月季落根棉盆栽两年到底能长多大 这颗粉达是我20年6月中旬才种下的 那时候气温已经接近30多度了 所以第一年根本就没开花 草草的长了几根长枝条以后 那年就结束了 枝条长度也就一米出头 但是这并不妨碍第二年春天爆花 所以如果你的月季是今年新种的 也可能开花会少 但是别着急 植物就是这样 必须得经历时间这道坎 这时又长了一年 真是有苗不愁长啊 比去年又大了一圈 枝条非常密集 而且全是分岔 最长的一根枝条得有接近差不多两米了 这么长的枝条 牵引一个一米五以上的大花柱应该是足够了 大家看这根枝条是紧贴着朝南的墙 冬天的时候被风向阳 经过了一个冬天 叶子竟然还活着 而且是有弹性的 有活力的 所以植物的耐寒性 除了取决于当地整体的气温 还有你当地的气候以外 其实跟你种植的小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你环境选对了 那有些处在耐寒性边缘的植物 其实也是可以尝试的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说干就干 直接撂倒 这回我是直接从吃惊升级到震惊了 难怪粉色达芬奇你长这么好看 原来你是一个妖怪 蜘蛛精 掀开了盘子洞看看里头有没有唐僧啊 不扯了不扯了 之前那个花香外头都是铁线莲的根 这个呢外头都是月季根 粉达能开的这么好一点也不奇怪了 人家是底盆扎实啊 而且一般植物都是这样 白根越多说明它的活性就越强 所以月季和铁线莲 种在一个盆里到底哪个占优势 跟起始大小和品种其实都有关系 这是之前撒的有机肥 漏到了缝里一部分 月季根闻着味就长过来了 哪有肥往哪扎 而且这根蜜的跟草皮似的 得拿铲子一点一点往下铲 而且我在底下还意外发现了俩蚯蚓 两年不见 人家自己竟然组织起了一个生态系统 跟之前一样 尽量少的破坏主根 一根一根的清理了差不多两多小时 终于给分开了 这个花香里主要就是月季侵犯铁线莲了 铁线莲也反击 但都是小大小闹 不是我君无能 奈何敌人太强大 继续给它喷点水 盖膜保湿 准备下一步移栽 今天先跟大家暂时分享这么多 下次分享如何在花香里种月季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